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中一架以色列战机周二向南部恩麦里耶村房屋发射了四枚空对地导弹 造成数十人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片段显示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了空袭 造成至少三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 包括火箭弹部队指挥官胡巴依西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视察部队时指出 经过一周的打击 以军已极大削弱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力 并已准备好进行更多打击 另一方面 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枚火箭弹 造成多人轻伤 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 在菲塞德周边山地引发大面积山火 真主党又声称 向以色列阿特利特海军基地发射了数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以军回应称 真主党发射的三架无人机 至少两架被防空系统拦截 中东直言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籍官员的话报道称 拜登政府正拖延对以色列的军援 包括弹药和导弹拦截系统 美国官员担忧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密集轰炸可能令到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同时有迹象表明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感到失望 黎巴嫩外交部长哈比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 黎巴嫩靠自己无法结束战争 需要美国的帮助 美国是唯一一个能真正改变中东形势的国家 随着以地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英国 希腊和美国都呼吁国民尽快离开黎巴嫩 英国更派出700名士兵到临近的塞浦路斯 为可能的黎巴嫩撤侨行动做准备 美国白宫也再次敦促美国公民在仍有商业航班时离开黎巴嫩 中东局势可以说牵动了全球的神经 在接下来这一块的局势又该如何发展 对于全球整个大环境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恩惠先生的解读分析 注意事件 您看在这个期间现在联大正在召开 很多分析就说联大对以色列发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约束 似乎以色列都选择是忽略不计的这个态度比较大 现在来看以色列在不断的进行更加强硬的这些军事措施 接下来我们怎么来揣摩内塔尼亚胡此时的这个心态 他究竟想做一些什么呢 内塔尼亚胡现在是在全面的发动对真主党的战争 注意啊 这个是一场全面的战争 而且内塔尼亚胡还要去联大 他还要公然和大家来争论 还要挑衅联合国的权威 如果说从去年十月算起 内塔尼亚胡呢 他自己的处境是有变化的 因为他是一向以强硬著称 所以在以色列内部的政坛当中 他的名字叫保安先生 因为他能够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能够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但是就是在他领导下面发生了10月7号 哈马斯全面图访就去年的10月7号 造成了以色列在1970年代以来最惨重的伤亡 所以呢 在当时他就是调集了预备役的总共30万大军 而且是把哈马斯这边的边境周围的居民 定居点的居民 还有呢 北部利巴嫩 南部和以色列接壤这边的以色列北部的居民 都给掉到城中去了 这个花费是很大的 加上那一笔后备役的士兵全部在作战 所以以色列经济其实是没人搞了 而且天天还有火箭弹过来 那么他是铁了心 要利用这个机会 一方面是基本上清除了哈马斯的有声力量就现存的 但是哈马斯还是野火烧不尽的 现在他调过头来对付珍珠党 珍珠党呢 我给他界定为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上个星期的巡呼机和对讲机的爆炸 就是瘫痪他的指挥系统 你现在都不敢用任何通讯设施了 同时重创了他的核心的武装成员 因为挂的这个BB机的可能都是有一定地位的 或者是有作战能力的 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从星期一开始的 先是要求所有在地方的南部的居民 从建筑屋里边和民用设施里边撤出 因为他说了一个理由 我怀疑你那个地方有火箭弹 我就会炸你 所以就是已经开始了狂云乱 这已经造成了 现在是五百人以上的死亡 而且几千人受伤 加上原来那个BB机的爆炸 造成了四百多人的死亡 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千人死亡 下一步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会不会大军直接开进 黎巴嫩再发动新的一轮重动战争 所以现在来看 内塔尼亚或是铁了心的要灭掉政治党 灭掉黎巴嫩的相关的 甚至还想拖伊朗下水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美国方面 这个大选在即 刚新闻段评上特别提到 现在美国方面也是说了 要拖延对以色列的这个军援 所以在接下来 我们也看到联大这个决议 当时是大部分的这个赞成 124票赞成 14票反对 这样一个大比例 让以色列退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占领的地区 所以在接下来 究竟这个事态会怎么样一个发展呢 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以色列会不会选择 就遵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还是说继续硬刚到底呢 那肯定不会的 因为他觉得现在清除 珍珠党的这个力量 是到最后阶段了 再一个 他特别想拉伊朗下水 就是把这个变成一场全面的 这个战争 把局给搅黄 因为美国 他很想从这些比较乱的地方撤走 原来从阿富汗撤了 现在又从这个撒赫勒 沙漠 非洲那边 尼热尔那边撤了 正在布局从伊拉克撤 如果说伊拉克都撤了 他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恐怕也保不住 这个对以色列未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对内塔利亚湖来说 他一方面是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和政治地位 因为他一直被检控 他离开总理这个位置 很可能就被以反弹的形式给他检控 再一个就是以色列的长期生存 到底怎么办 他是特别是希望把伊朗也拉下水 但是对美国 现在的政府来说马上就要投票了 而这个民主党这边很核心的 就是如何拉拢这个中东裔的这个选民 同时又不得罪犹太的利益集团 所以他是很难做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是内塔利亚湖和拜登之间 是否他的矛盾进一步去激化 就看看他这次的联大和美国相关人士 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所以其实离大选越来越近 留给美国的选择时间不多 留给内塔利亚湖做这些争夺的这个时间 可能也不多了 特别感谢中文贵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在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到内地 金融三部委在周二放出的政策大礼包之后 内地股市是迎来了一波强劲的上攻 今天的成交量更是突破了一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A股这一轮的涨势如何来分析 未来的趋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下期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 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 内地金融机构在周二发布了会上批量放出的大招 而重大利好是直接的点燃了A股 今天开盘是继续的放量大涨 独家的外资投行都认为政策流动性的支持强劲 并看好A股和港股后续的走势 一行一会一局重磅发生 中国资产迎来了一只久违的穿云舰 周二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一把手集体亮相 宣布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降准五十几点 调降政策利率二十几点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工具 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债贷款等等 当天晚上 证监会在出手 发布并购重组 市值管理相关政策 表示将积极支持上市公司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进行并购重组 支持科创版创业版上市公司 并购产业链上下游资产 古利私募投资基金 积极参与并购重组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在当天发出通知 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股权投资试点范围 由上海扩大至北京 天津 广州和深圳等共18个城市 同时放宽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 一系列利好消息刺激下 A股周三延续涨势 开盘放量大涨 午后涨幅虽有所收窄 三大指数仍均涨超1% 两市成交额更是自5月6号以来 首次突破1万亿元 人民币持续走强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涨破7.0关口 是去年5月以来首次 中间价也升至超过16个月高位 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指出 预计在案A股市场和离岸市场 都将对这一进展做出积极反应 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战术性反弹 甚至跑赢新兴市场 高盛的交易部门在电话会议中也认为 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上涨势头可以继续 都说资本市场将会迎来的是 经久银食的传统优势行情的这样一个阶段 在这个时间当中 接下来A股和港股会有怎样的走势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A股策略分析师 吴轩先生和我们一块的探讨分析 吴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吴轩先生我们看周二公布的政策组合圈当中 创新设定的规模5000亿元的互换便利 还有3000亿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作为所有政策当中最大的亮点 那也是今天大盘一度成为2900点的一个最大因素呢 实际上我觉得在昨天的这个会上呢 把政策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流动性的变化 像降息和降准的同时宣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存量房贷利率的一个这个下调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针对资本市场的这种流动性的改善的实质性措施 我们其实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可以归结一句话 叫什么呢 一系列啊 这个叫实质性利好措施的集中出台 这也改变了从去年11月份以来 那么利好政策呢 应该说像挤牙膏一样的这个出来 而现在呢 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啊 就是一次性啊 出台所有的这个重磅的一个利好 这样的话呢 可以彻底的改变市场的悲观预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 两市成交量呢 直逼万亿 而今天的成交量呢 再度放大超过两成 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呢 也有明显的一个增强 而且我们是需要注意的是 跟之前所有的隔空喊话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呢 诚意满满 将整个的这种未来的政策工具 和具体的措施 甚至包括资金额度呢 也给大家呢 交了底 这样的话呢 给市场整体的这种扭转悲观预期呢 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吴先生 我们来看 整个今天资本市场上 这个上升的火车头 龙头呢 就是大金融板块 你觉得接下来 能不能支撑这个大盘持续向上呢 我觉得大金融板块呢 肯定是这一轮行情的一个重要的主线 为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从整个大金融板块来看 之前 由于这个高股息抱团的一个策略 在整个八月份以来呢 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调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正好给了前期一些这种踏空资金 和场外增量资金呢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从整个近期来看的话 由于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呢 类似于一个定向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呢 可能对于这种大蓝筹 包括央企红利 以及我们所说的高股息板块呢 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政策 红利的不断增强 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这种流动性和主流热点呢 将会推升相关的品种呢 出现一轮终极反弹那个行情 那吴先生我们看 证监会其实也火速的兑现了 政策大礼包啊 也发布了深化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 这个具体意见 接下来重组还有这个破镜概念 是不是有望接力大涨呢 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重组和破镜相关的一个概念呢 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应该说会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大家会发现呢 此次证监会呢 是在新闻这个发布会召开之后 当天晚上呢 连续出台了两个重磅的一个文件 那么应该说 有趁热打铁的意味在其中 那么一个呢 就是对于整个并购重组 那么提到的核心 就是对于整个并购重组的审核 会适当的放宽 第二个呢 强调并购重组呢 要围绕整个的这个 一个是核心技术 第二个呢 就是围绕整个主业的相关性去展开 那么只要符合这两点的话 那么即便是整个并购的资产 没有实现盈利 也依然呢 可以呢 大开绿灯 这些呢 其实能够给并购重组板块呢 提升相关的一个估值想象空间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破镜 破镜呢 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 像包括水泥 建材 以及到我们所说的银行板块 所以我们认为呢 破镜板块的概念股呢 应该说在随后 也会因为增量资金和流动性的改善呢 出现不错的一个表现 嗯 那吴先生我们看 这个政策利好带来这种乐观的情绪 是在境外市场得到体现 我们看离岸人民币一度升破了期 这是去年五月份以来的首次啊 隔夜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中概股指数呢 也飙升了9% 不过我们看港股市场历经大涨之后 下午出现一个明显的降温迹象 面对这种情况 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嗯 实际上呢 我觉得港股呢 在午后的一个涨幅的回吐 还是跟市场的一个获利卖压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 港股呢 其实已经回升到了 差不多今年五月下旬的一个高点附近 那么这出现一定的上档的抛压 和内在获利回吐 我觉得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呢 香港的作为这种非常重要的 离岸的一个人民币交易中心 再加上美联储的降息周期 已经彻底打开 我们认为呢 对于整个中国资产来说 港股的弹性 和未来的这种国际热钱的流入的一个预期 要好于内陆 所以我整体呢 认为在接下来 大概三个多月的交易时间 港股的整体的这种获胜的概率 和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弹性 要略优于那个A股 所以我们认为呢 港股呢 可以作为投资者 在接下来四季度 进行重点关注和布局的一个方向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吴轩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节回来 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会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调了对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的一个预测 指出了石油需求的峰值尚未到来 强调逐步淘汰石油只是一个幻想 欧佩克在最新的2024年全球石油展望报告当中指出 尽管世界各国正在加大力度减排 但预计化石燃料仍然会占据全球能源结构接近30%的份额 而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天的石油需求将从去年的1亿0200万桶增加到超过1亿2000万桶每天 主要原因是印度非洲和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的需求带动 以及世界从传统燃料转向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的速度出现了放缓 欧佩克同时呼吁增加石油行业投资 表示到2025年行业需要17万4000亿美元的投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9月27号起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关税壁垒短期之内会给中国的车企出海带来挑战 那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反推车企提高在海外的本土化竞争 近两个月来 加拿大和美国接连宣布进一步上调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税率至100% 同时中欧有关新能源车的反补贴案磋商正在进行中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 受关税影响中国车企出海面临一定挑战 但同时也反映中国电动汽车的市场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 专家认为 关税壁垒短期之内无疑会给中国车企出海带来较大压力 但长期来看有助于中国车企实现在海外的本土化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产业链的优势是极其明显的 而且中国企业的韧性也是极强的 所以后面的话在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确定之后 我觉得中国企业在欧洲发展会有一轮新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 因为本身来说关税也下来了 各方面来说影响也都已经凸显出来 那我们就要自强奋斗 那我们自强的话在欧洲市场就会有更多的一个强力的良好的一个表现 应该说在多元化发展方面 比如在欧洲市场啊等等这些方面来说 会有效的规避一定的一个关税的一个影响 实现更加的本土化的发展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2024年1至8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为81.8万辆 同比增长12.6% 专家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将维持平稳增长态势 富黄卫视长张颜何超上海报道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预测 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躋身全球的第四位 同时下调A股市场IPO的集资预测 德勤的数据已经显示了 香港今年的前三季度的新股集资额达到了509亿港币 按年大增超过一倍 那新股的数目增加来到了45只 由于目前上有近100宗新股上市申请等待审批 因此维持全年有8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 在600到800亿港元之间的预测 而在A股市场方面 德勤则指出 内地今年以来收紧了上市公司监管 导致了新股发行明显出现放缓 前三季度A股市场的IPO集资额按年下跌85% 因此下调全年集资额预测 由此前估计最多达到1660亿元人民币 调低至960亿元人民币 再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 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 再关注的就是香港 重新夺回了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桂冠 在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 香港排名第三 仅次于纽约还有伦敦 而新加坡则是降到了第四位 深圳排名第九 已经寄身了前十的队列 并且在金融科技领域超越了旧金山 排名第三 此外在评估当中 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 都认为地缘政治风险 就是目前金融行业面临的最破解的危机 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 则是在聚焦着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的动态 尽管拜登退选之后 获得了充裕的时间 可以专注于他的本职工作 但是报道也指出了 在以利冲突当中 他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 他不仅对内塔尼亚湖表现的软弱 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使得中东地区的停火变得遥遥无期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则是在重点的关注 阿根廷经济的发展和一些经济政策 在现任总统米莱 废除了房租管制措施之后 阿根廷楼市的租赁重现繁荣 首都布伊诺斯埃利斯的租房供应量 增长了170%以上 而去除了通胀影响的实际租金 自去年10月份以来 下降了接近40% 不过其他市场的表现 则并不太令人满意 像食品价格不受管制之后 价格飞涨 还有导致了许多工薪阶层 在月底的时候 甚至要向慈善机构 来寻求食物救济 那至于在亚太区的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韩国媒体关注 白菜产量奏减 价格狂飙 民众恐怕要面临泡菜短缺危机 受得热浪侵袭 以及连日干旱影响 韩国白菜欠收减产 本月中旬 每个白菜平均批发价格 飙升至约9500韩元 约合人民币50元 韩国政府预计 白菜供应量短期内很难恢复 因此决定将从中国进口白菜 首批将用27号进口16吨 夏日的酷暑也波及到了日本 日本媒体报道 由于极端炎热天气 以及中秋时节季节性需求上升 鸡蛋供不应求 价格飙涨 目前鸡蛋平均价格达到 每公斤260日元 预合人民币13块 较平常上涨约三成 有专家表示 尽管酷暑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年底关冬煮和圣诞蛋蛋糕 对于鸡蛋的需求也将增加 因此难以预测 未来鸡蛋的价格走势 越南媒体报道 中国东盟合作不断加强深化 越南副总理胡德福 在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商务与投资峰会时强调 要促进中国东盟贸易 加强人为交流等合作 同时表示 越南正在推动与中国 老挝 柬埔寨的铁楼连接 将实现跨地区连运线路对接 扩大区域经济走廊线路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王军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